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登机证 上面就写着航班编号JT610 这架航班原定从雅加达出发飞往邦加滨港 从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起飞 大约10分钟之后就与塔台失去了联络 从航班追踪网站上面可以看到客机最后出现的位置 就是在海面上 实施的班机是波音737 MAX 8机型 这一次的飞行上面总共载有189人 乘客181人 还有机组员总共8人 印尼的搜救队大举动员持续在飞机失事的海域搜索 交集的家属也赶到机场挤在大厅等候最新的消息